我是以結婚前提跟你交往 所以我是要陪你喝一輩子咖啡的 還要陪你喝一輩子咖啡的 除了開學那一天 我送過他們之外 除了開學那一天 除了開學那一天 我送過他們之外 除了開學那一天 都是我老公在送過 真的很好吃 這禮拜講三遍 你下禮拜要去剪頭髮 回到家10點頭 她就說 她說對啊 我們下午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妳不是去剪頭髮嗎 沒有啊 而且妳說妳是要一輩子 陪我喝咖啡的 歡迎收看 好 到歡迎我們今天 愛聽好話的姐妹團 首先歡迎我們的 林姿佑 姿佑姐 再來歡迎我們的黃欣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這邊是吳淑銘 嗨 大家好 喂 妳嗎 嗨 大家好 我說老娘啊 你每天在外面不說八道 然後大家要騙車的時候 就喜歡找一些話題 你每天講那麼多話 你回家應該不喜歡講話嗎 不會啊 我回家還是要跟她講話 可是跟她講話要預約 對 有時候都掛不到號 真的假的 應該是你太白目吧 不是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機會講 有的時候我會跟她講說 其實晚上喔 我們可以手牽手去看個午夜場 也不錯啊 對不對 真的假的 浪漫 然後她就說 我要出門了 妳現在跟我講這些幹嘛 那就十幾點選錯了嘛 不是 十幾點 那比如說 我白天打電話去對不對 然後我打電話去 她一直給我按掉... 然後說 白天我在跟客人講話 妳打來幹嘛 對啊 她的職業是什麼 是昏顧 下午就是要跟客戶講事情 對 她在忙 對... 但是她晚上回來 總可以聊了嘛 對不對 晚上一回來我就說 那現在可以聊了吧 我說我累了一天 我好累 我現在就是想看 蠟筆小青睡覺就這樣 蠟筆小青比我還重要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會選擇蠟筆小青 好了 你可能會讓她暴怒 你一定是講話 讓她暴怒的人 什麼暴怒 我又不是說 像這幾位來賓的老公 每天都對他們講一些鬼話 還連篇 對不對 好像每一位 都嫁給維銘哥一樣 就鬼話連篇 對 不是啊 可是我聽說 他們的老公 也會都講一些貼心話 不可能 真的 亮哥會講貼心話 亮哥的部分 我不敢確定 我覺得她現在比較會 現在比較會 對 妳看她講 她說 我是要陪妳喝咖啡 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 一輩子 感覺很亮 這一句是過 那個不是過年前 七年前 是想要妳把紅毛給她 已經是結婚前 結婚前 好像 對 結婚前 那合理 幾十年前的事 對 合理 我那時候 剛認識她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很羨慕別人 男女朋友坐在咖啡廳 喝一杯咖啡 對 你知道我們兩個 是從來沒有過的 那我們從以前 約會都是很多人 就是在後台 那不然就是她送我回家 就是這樣 然後都去做秀 所以我們很少 兩個人坐在咖啡廳 幾乎都沒有過 所以我有一次 我就 她送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說 人家那個我朋友 人家都會去什麼西餐廳 然後坐下來喝一杯咖啡 她說我怎麼會有那個時間 那一種都是過渡時期 你不要相信那一種 結婚前每天陪妳喝咖啡 那結婚後 這也是 就是過生活 那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不可能結婚後 整天在那邊喝咖啡 妳要知道 我是以結婚前提跟你交往 所以我是 咖啡不用這個時候喝 天啊 所以也沒錯嘛 對不對 人家是陪我們喝一輩子的咖啡 所以我就相信她了 你知道嗎 這句話很浪漫是什麼 所以有種 所以我就嫁給她了 就嫁給她 對 那結婚後有喝咖啡嗎 結婚後就手衝刺的 就自己去買 沒有 結婚前就是 我要可以喝一輩子咖啡 結婚後就是真的在喝咖啡 就是 喝老人茶 她說我不喝咖啡 喝老人茶 姿佑姐 妳覺得妳的是最甜的嗎 還有更甜的呢 還有嗎 誰... 不好意思 先看一下我的 我老公會常跟我說 你是我的女生 我是你的頭號粉絲 是假的 這應該是婚前嘛 婚前 現在還是會講 還是會這樣 他常常在講 現在還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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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好 他打電話給我 他已經在外面了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還有視訊 可是我在上廁所 然後你知道在家裡 就是蓬頭垢面 什麼都沒有 然後鯊魚夾起來 然後孩子在那邊 寶貝 怎麼樣 他說 寶貝 我說 我說我都還沒醒啊 眼屎都還沒弄掉 我說 沒有啊 哪有 那妳要去哪 我說我沒有要去哪 我才剛起來啊 他說那妳今天怎麼這麼美 我就說 怎麼可能 他這麼平常就是這樣 不是 我沒有講解他 還是妳老公 做了什麼壞事了 對 對 肯定是搞壞事啊 沒有 他平常就是會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 你明明知道他就在講鬼話 他為什麼說我是他的女生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是我頭號粉絲 我說你根本就不認識我 因為其實我們認識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是誰 可能他的學生跟他說 那個女生是唱歌的無署名耶 然後他就去Google我 然後他就去看影片 看我唱歌的一些影片 然後就開始學我的歌 他追我的時候 其實他是唱我的歌 然後叫朋友錄影 然後唱我的歌給我看 然後表示說 他是我的頭號粉絲這樣子 我說你根本就不是 你根本就不認識我 哪來的頭號粉絲 認識妳之後 就變頭號粉絲 我用心刻意拍這段影片耶 對啊 也刻意地認真地拍一些照片 可是妳跟妳老公結婚幾年啊 他到現在還會這樣講 我們結婚五年 現在小朋友四歲多嘛 我們認識兩年 兩年才好 那還在頭號粉絲 那滿正常的 還好啦 你慢慢來 我跟那些學姐聊一聊 十年後只剩十年後 就是七年現在很快就到了 其實我覺得就是夫妻之間 還是我們現在都在彼此 就像他在講鬼話 我就要欣然接受啊 你不要打槍他 有的老公是用說的 但是也有老公是用 就是用行為來代表他愛人 有沒有 用說的用說的 他不是一個很甜言蜜語浪漫人 但是他是一個實際 要利用愛來行動的人 愛來行動 愛來 你好好睡 小孩我來受 最好不要再起來 那一輩子吧 沒有 我跟你說 這句話有多麼的實際 身為媽媽 尤其有小孩的一定都懂 真的 因為我這個人呢 我本來就是一個夜貓族 晚上的時候就是比較忙一點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懂我懂 所以呢 我有時候晚上呢 就是會比較晚睡 那你知道早上幾點要送小孩 六點要起來 然後開始弄早餐 然後七點多就要送小孩出門 那真的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嗎 我小孩兩個小孩喔 自從上學之後 我真的不誇張 除了開學那一天 我送過他們之外 其他時間都是我老公在送小孩 你老公不錯耶 真的很好 然後我老公就跟我說 我老公就跟我說 沒關係 你好好睡 小孩我來送 然後有一次喔 就是因為現在早上 因為我公公也是很早起的人 所以他們現在就會呈現四男 就我公公 然後我老公跟兩個小孩兒子 然後就一起上學 手牽手這樣 然後有一天呢 我公公來到我們家 要來接小孩的時候 打開門就 然後就默默突然問了一句說 媽媽咧這樣 然後呢 我躺在床上想說 完了 問到我了這樣 然後結果那時候我小孩就是 你知道小朋友不會說話 就啪就說 然後心裡想說 然後從床上他彈起來 想說是不是 而且實話是最傷人的 對 就是每天在睡 我就說我是不是要趕快彈起來 去外面跟公公打個招呼對不對 真的要這樣子起來之後 你知道我公公說一句什麼 沒關係啊 阿嬤也都在睡覺啊 然後到時候我就安安心心的 把被子一蓋 然後繼續回去睡覺 有貼心的男人 對 就是貼心會遺傳遺傳 真的是算滿貼心的 但你那個是屬於你家範圍 是 我是讓全世界都感覺 我好像每天都初戀 真假 初戀 太扯了吧 有比我老公誇張的 小孩等等在說 我先陪我啦 因為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剛... 不是耶 我都是剖父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醫生啊 護士 他們都知道說 爸爸都很著急 家屬都想說先看小孩 小孩怎麼樣啊 四肢啊什麼的 那妳生四個都剖父 那要不要直接裝一個拉鍊 沒有拉鍊是正志祺 我還有第五胎 喂... 沒有啦 然後呢 護士本來想說 要抱小孩過來的時候 我老公第一句話就說 然後你知道因為我是... 小孩等等在看 對 沒關係 因為先拿去驗DNA 怎麼這麼... 你有需要這麼揮啊 沒有 整套要把它做完 然後你知道嗎 你知道護士跟醫生就說 這你們剛結婚對不對 第一胎喔 還那麼顧你的太太 沒有 四胎都是如此 四胎都如此的貼心 你說說這種老公 我能不嫁他嗎 真的 所以妳還會在想第五胎嗎 老公要生第五胎嗎 不要了 不需要 不用了 不需要 但是就會覺得心裡面很開心 因為不是只有我開心 一定要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開心 對 真的 對 人家老公你不開心 你放在建築上門 洞窟上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十分鐘是給世家 再做面子啦 現在現實做完了 開始不做了 前面我們也不一定用 OK 我身體而已 好 現在 殘酷的現實到了 是的 就是我相信你們的各自的老公 應該都像老娘一樣 就是每一天都胡說八道 愛亂講一些有的沒有的廢話 是 然後有沒有那種覺得老公 有說明知故犯 哪一天不是啊 真的 在哪裡是這樣嗎 怎麼辦 找不到回家的路 太誇張了 當然不是 我覺得像她一下子就說 剪刀在哪裡 沒有...繼續... 然後我想說那個紙箱 我說你把它那個撕開 把它撕開拿弄扁拿去回收 刀片在哪裡 新來的喔 真的 不是 我們家的東西 因為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很會整理東西的人 我有一個抽屜裡面 就是鐵錘這些器具 然後我... 鐵錘... 而且這些器具 羅賴吧 家裡也有羅賴 工具箱 工具箱的抽屜 而且我跟你說 我老公一模一樣 所以你覺得就是她永遠會 在房間就要問你說 在哪裡... 然後說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還要先脾氣很好 你知道我錄起來有一段 我給你們看 為什麼還要脾氣很好 我就是要讓很多人知道 你們的老公是不是也是這樣 什麼意思 老婆 送電器咧 在櫃子裡啊 沒有啊 在櫃子裡你找一下 真的沒有啊 不信你來找一下 要找那怎麼辦啊 你看嘛 真的就沒有啊 是 你看 翻都沒翻 我怎麼會知道 他們就會說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手 對 像她現在很貼心喔 會幫我拿東西 以前她是不會幫我拿東西的 開回家就是阿姨拿上去 現在比如說我買菜回來 然後或者出去回來 有人送蛋糕啊 滷味啊 然後一些菜 然後一些生活用品 她會拿上來喔 那拿上來之後 她就全部給你放在一個桌上 一樣 我跟你講 比如說你中間 中午回來的 她就上去了喔 那我告訴你 等我到晚上回來 那些東西還在桌上喔 你們媽去冰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是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沒有把它 蛋糕放冰箱 她說那不然蛋糕要放哪裡 不好意思 不是 這麼簡單的道理 就是要被你的東西 要一個獎嗎 你早說嘛 不是啦 不是 你拿上來 你好歹翻一下 衛生紙的拿去放衛生紙 好像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我們做 別人不能做 他做就是犯規這樣 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要收哪裡 然後我們拿去收 到時候你找不到 你又罵我們 她更好笑 會常常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家兩層樓 她在樓下吃飯吃飯忽然跑上來 林志祖 我說幹嘛 樓下那個水槽下面都是水耶 水管好像壞掉 手 手 我跟你講 我以前就會趕快去 看它怎麼破掉的 然後去找水電工 我現在就沒有了 我現在就是 然後呢 然後叫水電啊 我說對 妳有電話嗎 我有啊 對啊 到底是怎樣 因為樓下就不能打電話 一定要走上來問我林志祐 那個水管壞掉了 就水管壞掉了 沒有 是不是 我老公更廢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化妝要幹嘛 我老公也會這樣講 真的假的 我老公也會這樣講 我老公也會 可是說真的啦 但平常都沒化啊 對... 你突然化他想說 你要去哪裡 對啊 不是 我明天在家裡面 就是化妝... 他就會說 你化妝幹嘛 化妝就是要出門啊 不然要幹嘛 這有什麼好問的呢 對不對 他...我覺得他們就是 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老公也是會這樣問 不然妳化妝要幹嘛 卸妝要睡覺啊 不是 因為... 沒有 有的 你們卸妝他會怕 所以他會...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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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前都不是這樣講喔 所以我素顏跟卸妝沒差喔 我就真的在他面前 卸...卸完以後 他就說你卸妝要幹嘛 我說卸妝就是睡覺要幹嘛 算...本來想跟你來一下 還要裝無保就對了 不是 所以我要卸妝 我每次下了通告 第一件事回到家一定是卸妝 所以他一直說卸妝 他就沒FU了這樣 對...你看 就很多的那種無意義的話 就是很日常的喔 超日常的 他是問妳要亮嗎 不用 真的這樣下去嗎 不用啊 留著還有用 那是能怎麼用 過年的時候 可以留著給你當年房 對 在搶什麼 沒有 妳在坐著幹嘛 妳在廁所煮飯啊 妳要在... 等一下...幫我們把紙巾來 那妳要紙幹嘛 我拿紙巾 剛才知道要不然怎麼煮飯咧 這樣子 對 老婆 洗衣的衣服要不要亮 是的還不亮 是的 是的 沒有 我就把它放到洗衣機裡面 讓它發慢發錯就可以了 Triple Cam 老婆 你幫忙擁住這個光的嗎 不是啊 這個啊 刷牙的 幹嘛幫我手抓 來...用這個刷 這個刷 這個呢 刷完以後 等一下用這個來 這個是很廢耶 真的是生了四個會這樣 對啊 已經完全沒有耐性了 沒有耐性了 小亮哥說謊被抓包 梁赫群竟還落井下石 一個禮拜講三遍 妳下禮拜要去剪頭髮 回到家10點頭 她就說 乾妹妹 送妳的 妳怎麼會碰到她 她說對啊 我們下午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妳不是去剪頭髮嗎 沒有啊 而且妳說 妳說妳一輩子陪我喝咖啡的 喝咖啡的 可是聽說俗敏的老公 廢的方式不太一樣 什麼意思 我老公他說 天啊 有沒有覺得妳們走 那個路線實在是 妳知道管子裡面的都寫什麼 對 她經常都跟我講 那些鬼話 這是很奇怪的廢話 這也是滿自戀的 對 她應該是 她是對自己可能 有過度的自信吧 就很像我們平常日常 然後坐高鐵下來 她接我跟小孩 我們已經推行李 又抱小孩 已經累得要死 上車了 好 她說要去超商買個東西 好 超商到了 她老兄下車了 然後就站在門旁邊 我心裡想說 她應該要繞過來接小孩 她不幫我開車門沒關係 好 我就自己下來了 下來之後呢 到了超商 我就跟我老公說 妳剛剛站在車子旁邊 看著遠方 這麼帥的站在那裡 幹什麼 原來 我在妳心目中 我連站著都很帥 天啊 我有自信 我快討論 我只是不要那麼尖銳的說 妳站在那裡幹什麼 妳趕快過來抱小孩 她好像搞錯重點了 對 她們的重點跟我們不一樣 不是因為我們的人生就是沒有重點 結婚之後就有三部曲 沒結婚之前就甜甜蜜蜜 再來就是耍廢 接下來應該就是騙人了吧 開始 騙人 就是想方法 就是想方設法 因為她想要離開我們一下子 但有時候離不開 有時候就很難 你知道 亮哥常會有一招 我要去剪頭髮 因為很合理啊 可是亮哥頭髮 她不多耶 三分頭 剪就是通常的地方 三分頭 她只有一張痠就要剪... 對... 然後呢 她兩三個禮拜就說 我約了要去剪頭髮 我約了要...而且我跟你講 你約了去剪頭髮 不用一直講 你一個禮拜講三遍 你下禮拜要去剪頭髮 那是下禮拜的事情 死地五音三百兩 你就去就好了 不用一直跟我說 好 好笑的來了喔 她不是去剪頭髮嗎 對... 對...那往往晚上回到家 十點頭她就說 我跟你講喔 這個禮物 比如說小香水 或一個小禮物 這是那個誰誰誰 南部上來的那個誰誰誰 她的乾妹妹 送你的 那我就想說 真的喔 那你什麼時候碰到她 她什麼時候上來台北 你怎麼會碰到她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這樣 她說對啊 我們下午在那邊喝咖啡 蛤 不是去... 我說你不是去剪頭髮嗎 剪頭髮嗎 沒有啊 而且你說你是要一輩子 陪我喝咖啡的 喝咖啡的 喝咖啡的 我差點結討 你有需要這樣嗎 有 好煩喔 你有必補這一腔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不是說你去剪頭髮 她說沒有... 我跟你講那剪頭髮很奇怪 然後她就說她客滿 就不行啊 所以我就約下個禮拜 然後呢 剛好她們幾個 高雄這幾個乾妹妹上來 什麼那麼剛好 所以我們就去陪她們 喝了個咖啡這樣 所以她們拿這個給你這樣 她不是不喝咖啡 對不起 請 她們不喝咖啡 她們講是老人家嗎 所以她可以喝高粱啊 那是一個理由啦 這是一個理由 你知道嗎 那我真心講 你可不可以用點別的理由 我每天用去剪頭髮 對 然後你真當覺得我是笨蛋 是 然後就有這麼剛好 如果是你會把禮物拿回去嗎 我會 我也是不如掃一送的 對 還挺聰明 你就不浪費東西 這一點 可以啊 你看 你看這一點亮哥就很怪喔 他還會拿回來給我 然後他不覺得這是一個錯誤喔 我不懂 沒有 其實如果你不拿回來 我說真的 下次喔 如果遇到那個乾妹妹 總要一起吃飯嘛 對 那乾妹妹可能會說 姐 我想送你那個消息 你怎麼樣我們都怎樣 這個也會有問題 不要抗 不要抗 所以也是很難啦 但他從頭到尾不覺得 他這樣的一個錯誤是個錯的 要想好理由 那還有聽過什麼 但是我老公的錯 就真的是一個錯 這句話 大家聽了都會很火大 只是朋友而已嗎 對 每個男生都嘛 會這樣講 是可以嗎 小虎姐那首歌 不只是朋友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真的是被我抓個證照 我跟你講 我老公呢 其實滿乖的啦 就是他不是一個很會 撵花惹草的人 然後呢 那陣子就是他的餐廳的對面 來了一個新的店長 然後呢 據說那個店長呢 好像就是可能有點 喜歡我老公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常常有時候會去店裡 尋尋嘛這樣 然後有一次呢 我覺得他一走過去的時候 平常大家員工看到我 也都是這樣 Sindy... 這樣就是很熱絡 然後那一次去的時候 就覺得整個氛圍很怪 每個人看到我都是這樣 然後這樣 欲言又止 然後又看一下我 又看一下我老公 你都不會覺得 大家是看你太漂亮嗎 你不會這樣覺得 對 我站在那邊 他們都覺得我漂亮 沒有 你老公的鬼話 沒有 我當下就是女生的第六感 真的 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不妙 就跟平常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怪啊 然後回到家之後呢 因為在一起久了嘛 就是你知道我老公平常的時候 手機洗澡 就放在他的書桌充電 就是不會就是隨身攜帶 那陣子很詭異喔 上個廁所 可以一起洗一洗 最好是 對啊 然後在車上 通常他都會放在那個卡在那邊 可能看個什麼導航或什麼 沒有喔 那陣子呢 就插在那個放飲料那邊 而且是蓋著的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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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鬼對不對 好 我就想說 而且黃欣怡那麼出線條的 她都察覺到了 對... 連我都發現了 然後我就想說 這真的是不太對喔 但我覺得我先不要就是你知道 沒有抓到證據之間 不要打草驚訊 對 然後直到有一天呢 她就是擺蜜一輸 她去洗澡 忘了把手機帶進去 突然間她的手機就 噔噔噔的響了 小聲噔的響的時候 我就想說 真是個好時機呢 終於等到 對 終於讓我等到了吧 我就想說趕快去看一下 有手刀之姿就過去看 翻開 果然 一個不知名的女子的名字的簡訊 然後就問她說 妳明天會來上班嗎 我有準備小點心可以給妳吃 小點心 對 是她自己嗎 妳說她本人是小點心嗎 妳怎麼都會聯想啊 幹嘛 就是一個簡訊 然後我當下就有點要爆發 然後我老公在洗澡嘛 我就想說好 等一下出來 就是你知道我們來對職這樣 我老公就洗澡出來我說 這是什麼 然後我說妳現在立馬 把這個簡訊給我打開來 因為它是跳在螢幕上 對 攻擊 對 然後打開之後更有鬼 怎麼 只有那一句話喔 前面對話紀錄是刪除的 整個的對話關係 她的第一句話 對 不可能只有第一句 前面應該還有聊嘛 對 然後前面的對話 就是完全沒對話 我就說 是怎樣... 來 小燕哥你也會這樣對不對 會不會剛好換手機 最好是 換手機也不會啊 這個不要說 因為LINE怎麼用 我都不知道 為什麼 你都沒有開啟通知 沒有... 然後重點我就問她 她就說沒有 她就很緊張 她就說只是一個 就是對面新來的一個店長 然後她的意思就說 她好像對她 可能有一點意思 然後她說她怕我誤會 因為她說 她對她就是完全沒意思 所以她才說 就是把那個對話就刪掉 免得我會覺得就是誤會 我說你這樣刪掉 更讓人家誤會啊 對 她就說我是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你刪掉 那你就更沒有證據 那就是沒有問題 沒錯 我肯定 我說那你怎麼樣 你現在怎麼樣 你想跟她相好是不是 然後她就說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她就一直跟我解釋嘛 我說好 那你就立刻現在當下 就馬上傳訊息 跟她講說 沒關係 不用麻煩你了 我老婆也會幫我帶小點心 漂亮 就是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妳... 妳是妳的小點心好吃嗎 比較小一點 你管人家好不好 小小點心也好吃好嗎 所以之後就沒有... 沒有 之後呢 我就像她這樣傳訊息嘛 就是有點... 就是表示說我老婆已經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對 然後隔天我就立刻到店裡去 然後我就在我們店 跟他們的店的中間那一台 我走到 就一直這樣晃 然後就是... 揣揣揣揣揣揣 就是宣示主權啊 而且我還帶妝髮大 我那天還發妝髮啊 好笑喔 就是一直這樣 故意這樣看她一下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好像也... 真的沒什麼威脅性 對 但是放心多了 沒事我就放心了 對 那我老公就是... 你知道嗎 尤其是因為他說他結了婚以後 我就是沒有什麼興趣了 棒球我也不打了 我只在乎的就是 我那難得的兄弟 我說... 什麼兄弟 他就是國小 有一個在高雄當兵的 然後呢 就是說... 老婆 回來咧 怎麼樣 那個...要約嗎 隨便 我是隨便啦 回來了 我是隨便啦 就他那種感覺就是 這一團不夠不幫我去喔 對 因為你知道我每一次 他們只要朋友來就是 我又要全裝 然後呢 我要幫他們準備酒 菜不夠啊 切水果 搞得自己很像那種 熱炒店老闆娘 但是妳要漂漂亮亮嗎 對 要漂漂亮 然後不能動怒 就是媽媽喝喔 有沒有不夠嗎 潑皮辣椒 金湯要不要 招呼得很好 對 然後就很煩 然後他們走了以後 又要在那邊收 所以我其實就覺得 你們要不要就去外面 可是他就喜歡待在家裡 然後他就跟我說 要約嗎 然後我說 好啊 那約啊 反正幾個月才回來一次 好 那那個張山李氏啊 還有那個小白 小明 他們五點半喔 然後我想說 怎麼那麼快 這個局怎麼這麼快就成現 不是 因為大家都是群組嘛 你一發上去五個人 八個人都看到了 可是通常他們問我們說 你要不要的時候 他還要回傳 來回...一個時間 他就是我才說好的時候 他馬上說 張山李氏什麼的都要 所以你看喔 我們推給別人 我跟你講 兄弟這兩個字喔 在男生的嘴巴裡面很好用 從頭到尾其實就是 我老公在約啦 你看那個簡訊裡面 就是我老公他不會寫 寫任何文字 他就是9 貼一個9的圖片 然後就一個OK 然後一個問號 然後還有時鐘五點 然後半 然後全部人也不會說好 到你家 都沒有 他們的暗號 終於沒有 然後他們就會在那個OK下面 就是按一個愛心 就是LINE嘛 就是加1了 然後我是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去廁所嘛 一樣 就是小心你們的廁所時間 我就打開來看 明明就我老公在約啊 祖鳩 算了啦 反正他... 他就是不想讓你知道 他是祖鳩嘛 對啦 所以有一句話講說 您可相信天下有鬼 也不要相信男人的嘴 嘴 對 男人說的話 很多都是不可信 不可信 亮哥有講什麼話讓你... 你要相信啊 有啊 因為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25歲結婚 我26歲就生小孩 可是我那時候就會想說 我們要帶小孩去哪裡玩 去哪裡玩 他說不用嘛 小孩這麼小沒有記憶 不用不用 以後呢 我們要玩的有的是機會 等小孩大了 我會帶你遊山玩水 那我也很認真把小孩養大了啊 小孩現在也大了啊 對 也去工作了啊 都很大了 結果你們有遊山玩水呢 有啊 所以像我們前年 我們就去巴黎啊 然後去巴黎啊 我沒有去過法國 不是 巴黎 巴黎 有什麼好聽 對 就是那種看藝術 他也有看 但是他就會覺得好像 這種遊樂好像少了一點感覺 因為他最喜歡去Vegas 你懂嗎 他除了Vegas 是他的天堂之外 他覺得去哪裡都不好玩 結婚以後我養你 明年我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 明年的明年的明年的明年 胖一點沒關係 這絕對是謊話 就變很胖嘛 尤其第四胎的時候 一屁股坐下去他說 他就喜歡去Vegas 你懂嗎 他除了Vegas 是他的天堂之外 他覺得去哪裡都不好玩 但他就是陪公子讀 然後回來就講說 腰痠背痛 這種年紀大了 有時候坐長途飛機喔 真的很辛苦耶 怎樣怎樣 然後就開始murmur 你知道嗎 我就說你以前 對啊 就讓他遊山玩水都沒有 但他可以跟別人遊山玩水 他不想跟你遊山玩水 他覺得跟你在一起就很無聊啊 對 其實我也覺得跟他在一起 其實旅行旅辦真的很重要 真的啊 反正就是換一個地方生活而已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男生只要講 以後我怎樣怎樣 小孩大了 以後我們怎樣怎樣 都沒有以後 都不要聽 來... 真的 我覺得他連明天都不見 我要示範一個以後 馬上呼應你 結婚以後我養你 這句話 這句話是不是 那本來就要讓他養啊 不然呢 很多人聽過對不對 對... 因為結婚前 我老公小我三歲 我那時候已經在當新聞主播了 他那時候才大肆正要畢業 就是一個吃嫩草的概念 眼睛很好眼睛 然後呢 所以當然呢 他的這個經濟能力 當時一定就是沒有我好嘛 那雖然他家境滿好的 但是自己賺錢當然就是比較怕一點 對... 那但是那時候他就會說 沒關係 我會很努力工作啊 然後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以後就會賺錢養你啊 什麼什麼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很有上進心 而且他工作態度也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不是像一般的喔 富二代啊 花錢啊 他就是很腳踏實地 就是一個潛力骨 好 結婚以後呢 他說老婆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現在呢 就是你知道 我們現在又要開店啊 又要幹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很辛苦 我會好好努力賺錢 明年我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 明年的明年的明年的明年 然後到生完小孩以後 他就說老婆 我跟你講 你現在真的養小孩啊 就是又要帶小孩啊 又有時候要出去工作很辛苦 真的 我跟你講 等我之後喔 這個再賺更多錢的時候呢 就讓你呢 好好的在家裡面 就只要顧小孩 就要當貴婦齁 什麼都不要工作了 什麼什麼... 就是你知道 對 這樣的承諾 承諾不要聽啊 對 這個就... 正俊文是有首歌 承諾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 這絕對是謊話 騙人 男人是騙人 因為那時候 剛剛跟他在一起結婚的時候 我才21歲 那時候就是胖年...的 然後大家就說 那個女的就用那個外套 這樣子記在那個 她是不是屁股很厲害 她說沒有關係 就屁股大就是... 會生 沒有 沒有 沒有想要生小孩 是真的會生 就抱起來 對 就是摸起來 就覺得很舒服 觸感很好 然後那時候已經懷孕了 真的就是你知道 該長班的地方長班 然後又變很胖嘛 尤其第四胎的時候 然後她就找我跟她朋友出去 吃那個烤蝦 然後我就坐在她旁邊 就一屁股坐下去 她說 你客氣喔 然後我又聽不懂台語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很擠的意思 對 後來我就知道了 我想說 你怎麼在你朋友面前 然後我是懷孕耶 然後你不是說我胖一點 就是沒關係嗎 她說 你要不要... 對啊 可是你不是說這樣子 胖一點沒關係 她說 胖要看要胖在哪個部位啊 男生 男生是不是 男生覺得胖就是 你們以為我們就可以 隨便想胖在那個部位 就會 對啊 是不是 有的部位是註定了怎麼辦呢 真的 不要有情緒... 對 然後 所以就是很沒有自信 就是很多這種話 真的不行 鬼話... 我是沒有辦法容許我老公 有機會挑剔我 對 所以我從生完以後 就一直都是很節制 我都問我老公說 我是不是肚子好像都還沒消 她說 不會啊 誰像你剛生完 就已經消到這種程度 來...你去看別的媽媽 你這樣已經很好了 她都對我說這種鬼話 但是呢 我也不會讓她有機會 再挑剔我些什麼 所以其實我平常 就是我的臉上 身材的保養 我都自己很注重 因為我絕對不會讓她 有機會對我說 黃臉婆啊 或是什麼 對... 什麼氣色差啊 不行 我跟你講姐妹們 我們平常就算沒有要上妝 我們就要把自己保養好 今天有帶來我的秘密武器 歡迎大家 歡迎小王 歡迎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 她非常的火紅 她就是在我心中 佔有一席之地的乳霜 也就是 她就是 晚上擦 早上美 白天擦 整天都美 所以一個 早晚用這個就可以 早晚都可以使用 像我今天要來上節目 我昨天晚上就整個厚膚 把它當面膜厚膚 對 有重要場合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拿來擦就對了 因為它可以幫我們保濕 鎖水 這是最重要的 對 很重要 而且它還要幫你修復肌膚的狀態 因為我們臉上一定會有細紋啊 對 所以它就會幫你修復 它這一管真的很厲害 那它是什麼成分啊 我跟你講 它是法國空運來的 非常的珍貴 常常在缺貨 缺貨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它早霜 晚霜都可以使用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厲害 有精靈 精透 厲害 對 這是琥珀色 對 它就是很精透的琥珀色 它可以幫助我們肌膚代謝老肺角質 然後又可以調理我們肌膚的紋路 最主要是因為它裡面 它有獨家的 微增滲透科技 什麼叫微增滲透科技 也就是說 它有一億七千萬的微增纖維 幫助你導入 然後讓這個精華 直接達到我們肌膚的最底層 發揮最大的美肌效果 就是你手機打開 不用看美肌 就是原相機就可以了 原相機就可以了 原相機不錯 這麼厲害 你就是早上 晚上都用它就對了 質地呢 我跟你講 它質地真的很特別 它介於乳霜跟水泥霜 是 一開始你看我們這樣子 它是稠緩 絲滑 漂亮 絲滑的感覺 然後抹開它就會 感覺很好推喔 非常好推... 很好推勻 然後一點也不油膩 最主要是 它有獨家的 什麼叫三重轉換質地 你這樣子 像我剛剛這樣推開對不對 你接觸它的時候它是乳霜 但是你推開的時候 它就會化成 然後呢 你再按摩一下 是 它就會變 精華液的感覺 然後又走上去 然後就是有三重感受 然後它就變成精華液的感覺 然後非常好吸收 你每天擦它 你就會覺得 你的手上啊 你的臉上啊 你的脖子 像我擦拭直接會帶到脖子的 你就會有滿滿的安全感 像有穿了防護罩一樣 對 兩隻手耶 好像亮起來很多耶 厲害 有沒有 很多耶 每天亮起來都不同耶 防水度這個 是 對... 我也想要試試它的質地 子余姐來試試看試看 這男生 女生都可以 像我們女生啊 不是像女生 就是大部分的人 在虎口這邊會比較乾 對 我們來試試看它 怎麼不好推啊 對啊 你們要感受一下它的質地 而且它味道還滿好聞的耶 它是很清香 很舒服的 而且它是木質調的那種 很淡淡的清香 對 對 很高級感 其實 我跟你講 我現在...其實我現在 已經是卸完妝了 直接擦上去 我現在直接擦上去 你就這樣子慢慢的 輕輕的 它就會不開始轉換了 很香耶 很舒服 我喜歡它的質地喔 對 沒有很厚重的啊 很柔滑 很好聞 然後不黏膩 對 超多一種保... 它當時感覺很厚量有沒有 對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它主打的三大成分是 法國琥珀裡面的 琥珀酸它就是幫助你去除老肺角質 然後增加我們透亮感 然後它還有 白松露呢 它就是可以加強我們肌膚的穩定度 有時候我們可能一下子冷一下熱啊 對不對 防止我們的肌膚老化 然後增加這個烘潤感 然後它還有歐洲的松樹皮 松樹皮喔 很厲害 歐洲的松樹皮 它是抗氧化的能力 是維他命C的350倍 所以它既然是這樣子 它就有高倍的修護力 幫助修護的部分 你看我們這樣經過按摩 對 那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很保水感耶 對 它可以鋼泥保濕 那最主要就是說保養品啊 你不要太刺激 反而你會損失那個 原本肌膚的保護能力 對 對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擦的臉會滿臉半紅有沒有 對 那個太刺激了啦 不行耶 對 我剛剛擦的這個虎口啊 我現在摸兩邊的那個 嫩嫩滑膽的感覺 對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去玩角質 對...那種細的感覺 像新的 可是完全不會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而且不會黏膩感 對 對 所以其實它的琥珀酸 就是真的很厲害 它可以幫助我們修復 然後幫我們保水 鎖住 所以也不能說太刺激 它是慢慢的幫你代謝掉一些 我們毛細孔裡面的老肺角質 所以你就是晚上擦 白天也擦 是 出門一瓶就搞定 現在大家不是都常常出國嗎 對... 出門一罐 而且當媽媽的 時間很趕 時間不夠用 一罐帶出門 你就可以擦一擦就可以出門了 對 幫你節省時間 又可以達到保養最好的效果 你們現在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現在擦完的 這一邊有擦 有啊 有... 然後這邊... 這邊沒有擦 而且那邊是很透的 真的耶 然後它整個這邊有沒有 你看它的細紋就會變少 是... 然後它整個這邊 就會烹飪起來起來 對 很像打了蘋果肌一樣有沒有 對 而且完全不黏膩 對 很清爽耶 很滑嫩啊 而且你會發現我的臉怎麼左右 兩邊不一樣 對 因為這邊膨起來了 妳就在這邊高上次 好像... 因為這邊膨起來了嘛 然後這邊就有一點掉下來 對 對 就是這個 我的完美琥珀霜 完美... 對 介紹給大家 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一瓶呢 你老公絕對不敢再說出什麼鬼話 所以呢 你也不用再分什麼早霜 晚霜 只要有一瓶琥珀霜 就可以一瓶搞定 而且呢 你用過琥珀霜以後 你每天心情都會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把自己保養好啦 你根本就老公看到你也是 寶貝寶貝的 然後呢 你自己的 把自己保養好了 隨時都stand by好 介紹完美琥珀霜給大家 對啊 你看老公喔 最好不要作講話啦 好啦 又到了一個下一個階段就是 可是老公有沒有講什麼話 讓你們一秒暴怒 太長了吧 我知道了 感覺心有氣... 你口氣怎麼這麼差 不是 姿佑姐有時候是急 她口氣比較急 對 真的 小梁哥就是懂我 對 我好像住在他家隔壁 真的 像前一陣子 就是人家送了一箱世家來 那世家送來不是都硬硬的嗎 對 然後他說怎麼辦 又來了 你看怎麼辦 連送世家來都要怎麼辦 我說就放在那個地上 那個鍋子旁邊 讓它自己熟啊 這麼簡單都不會喔 這樣不行喔 你說是嗎 哪裡是嗎 我有時候都覺得 對 我哪裡擦 就放在那個桌子下面就好啦 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會 我覺得就是有機會 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麼簡單的 事實是這樣啊 也沒錯 不能講事實喔 這個男人的尊嚴 對 妳怎麼可以這樣講他 他幹嘛說我的口氣不好 他覺得如果妳的口氣 如果沒有那麼差 我可能就不會生氣 對 事實要多好 老公 妳把它放在那個桌子 就放在那邊 要像我一樣 像他一樣 其實有時候我開頭都會說 寶貝 妳就把它放在桌子底下 水果不要照到太陽 這樣 懂了嗎 我沒有辦法前面帶一件寶貝 好 好 危險耶 然後你知道他還要講什麼 我就是要讓他跌一次 他真的是 他們男生的重點 又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重點是 我們這重點 謝謝 開口都會說 寶貝 你就把它放在桌子底下 水果不要照到太陽 這樣 懂了嗎 我沒有辦法前面那一介寶貝 我覺得當我回來跟我老公講 寶貝 你媽... 我覺得他應該 連一個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 你有事 有時候就像心儀這種 賞門比較大的 人家是不是會覺得他在生氣 沒有 我跟你講 但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 我跟你說 我老公有一句話真的很 他很照顧 什麼意思 什麼 什麼還好啊 什麼...來 這要看取決於他很照顧的這個 他是誰 我跟你講 我老公他喝醉 有一個就是你知道 逢人就說 小燕哥 先照顧 謝謝... 小燕姐 謝謝 感謝 感恩的心很好 每個都說謝謝 他家教很好 真的很照顧我 誰都很照顧我 有一次呢 他在一個應酬的局 然後他的兄弟呢 就帶了一個美亞來 一看呢 就是一個 然後呢 他就來 然後他就叫我去了 然後我到了現場之後呢 我就看到那個美亞 就在旁邊 然後就... 然後我老公 那時候已經喝醉了 所以他的口頭禪 也放在這個嘴巴上了 這時候他就拉著我說 老婆 來... 跟他喝一杯... 就那個飯局妹 然後我想說 我為什麼要跟他喝一杯 對啊 他說 我就說 他就跟我想什麼的 沒有...老婆 他很照顧我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照顧你什麼 老娘照顧你15年 你還沒有說我很照顧你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火大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可能 已經又喝醉 搞不清楚我在火大什麼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局好像很待不下去 我就故意用一個藉口說 那個隔壁包廂錢櫃 好像也有我朋友 我就想說不要好像這樣 給他留面子 給他留面子 我就說我先去找我朋友一下 結果我就要溜走 他說他給我衝出來耶 他跟我說 你幹嘛要這樣子 我就這樣說 講得清楚了 你什麼溜花 你知道嗎 對 我就這樣走 然後我就說 不是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搞不清楚 剛剛那個是什麼一個狀況 因為他叫我去跟人家 敬酒的時候 那個女生還一副就那種 誰要跟你喝的那種 你知道那種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不要搞不清楚之後 他說 你為什麼要走 太照顧我耶 然後我就直接掉頭揍刃 超生氣 那你回家應該要鎖門啊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那天超心酸的 我那天呢 就被他氣到離家出走 我跟妳講 蘇明媚 我跟妳講 我老公說我就是愛大驚小怪 對 我跟你講這個就很像 我兒子還小的時候 那因為我兒子都是 我幾乎是全職媽媽 就是我照顧我在洗澡 我會先進去洗好我自己 然後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你把兒子衣服脫掉 然後叫他進來 牽他進來 因為地上濕濕的油水 要小心喔 他說好... 他就把它脫掉 脫掉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兒子就這樣衝進來 衝進來喔 好啦 就跌倒了 好危險耶 我是不是就火大了 當然啦 這個很值得生氣吧 非常 我就說我剛剛不是叫你 牽他進來嗎 你為什麼讓他自己跑進來 他覺得自己沒有錯 他覺得是他自己要跑 是他自己跑進去的 我有什麼辦法 然後你知道他還要講什麼 每男生都是這樣 幫自己找藉口 對 爸爸的教育會是這樣 我就說好 在廁所跌倒 可大可小 對 摔到後腦勺 摔到尾椎 摔到尾椎 然後那如果說 現在我們三更半夜的 我們現在就要去掛急診 大家明天都不用上班了 我講到大家明天都不用上班 他才閉嘴 對 他照指要放亮一點 對 他真的是 他們男生的重點 又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重點是 因為不上班 又要留在這個家裡 因為你的重點 小梁哥 我們的重點 你到底知不知 不是 今天聽了那麼多 其實你們真的不要怪老公的話 越來越少 因為多說多錯言多必失 越來會越沉默喔 那你就不要找我們講話 我們也是懶得講話 真的 真的 你真的都沒有人跟我講話 好啦 我跟你講 但是我覺得 就是夫妻之間就是要溝通 有時候良性的溝通 或是炒出來 也許知道對方的想法 也是滿好的 重點是講錯話 還是要改進嘛 對 事故越來越好嘛 讓兩個人在一起 要比一個人在一起更好 那才是圓滿 是的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掃椎幕下的QR Code 到這個粉絲專頁回答小問題 就有精美禮物送給你 好 今天感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今天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